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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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科醫生像坐著的病患講解病情 一旁的男子像發了風似的 突然飆罵還做事打人 你幫我你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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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不可以 不可以 好 男子在診間大鬧接著就拿著椅子衝出診間 拿起椅子要砸皮膚 科診所員工 招其他人制止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這樣 男子邊罵邊說自己是國安局人員 要醫生小心 證明男子和看病的女子 不是第一次到這一間診所大鬧 去年九月她不滿來診所打雷射 皮膚紅腫 竟然多次到診所干擾醫生看病 還推擠醫生 讓診所裡的病患和員工下壞了 快起來帶你錢 你過來 你過來 快起來帶你 蔡姓的男女 然後來我的診所砸店 然後砸了兩次 那砸了兩次以後 最後開出要索賠的價碼是209萬 正位院長來幫她協談 可是後來我發現她居然索賠打架 都只要找我 而不找蔡姓組織醫師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 很詭異的地方 男子和診所裡的蔡姓醫生 有醫療糾紛 卻把矛頭指向院長 索賠209萬不成 竟然到診所拍桌打岩 有患者看到害怕紛紛退掛號 院長不想讓男子繼續胡鬧 把影片PO在自己的臉書 要大家幫忙評理 東森新聞滿遇人在高雄報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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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